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最近确实好消息不多 关于不关我们的股市 还是我们的新冠病毒的疫情 让大家颇有担心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 也是著名的我们的全科医生 包委医生 今天请包委医生来 一个跟大家做一些新冠病毒的一些普及 也更重要的是跟大家介绍一些 如何预防或者说你家里 被一些什么东西可以预防和治疗 有可能发生的新冠病毒 首先我们欢迎包医生上我们节目 包医生你好 你好 你好 很高兴回来 是啊 其实我们跟包医生是老朋友了 但是这几年我们谈医疗的问题少 因为大家都去关注经济 又是选举 包医生 其实我相信这个病毒爆发以后 这网上传得乱七八糟的 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 所以我想请教我我也跟一些作业的节目之前 也跟一些朋友聊过天 我说我把包医生请到节目上 你想问他什么 其实大家比较多的 其实因为在海外的朋友还是比较理智的 但是说得先告诉我们 什么叫新冠病毒 所谓的coronavirus 和我们过去的听到的流感病毒 或者说其他的病毒有什么不一样 是 那么就像你讲的 我很久没有出来做节目了 一般我也不出来 但是今天我来的原因 我是想要告诉大家一下 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华人社区也好 整个洛杉矶也好 对这个病毒不是很重视 对 不光是不重视 关键不了解也 对 所以我呢要唤起大家对这个病毒的重视心 也别吓唬他们 尽量见我实事求是 那么首先呢 就是说我给你几个数字 因为这个对我们后面讲的东西非常重要 比方说这个发病的年龄 我们有这个一岁到十五岁的 对 有年轻族 有十五岁到四十九岁的到五十岁的 有五十岁到六十五岁的 有六十五岁以上的 你觉得哪一组的病人发病最高 我现在看到的 我看到比较多的是死亡率 死亡率比较高是超过六十五岁的 发病率最高的大家认为是超过五十岁的 好 那么我告诉你 发病率最高是十五岁到四十九岁那一组 也就是说是我们广大的华人民族最多的那批人 是 所以占整个发病率的百分之五十五 反而五十岁到六十五岁的才百分之十五 那么往上是更少了 更少 对 所以首先发病最多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批老年人 而是青壮年人 说到这个了 我要给您说一句 在我一个朋友在机场 在Ontario机场下飞机 他发现Ontario机场那些人都不戴口罩 也不给他量体温 他就问他们 他说你们不戴口罩不量体温吗 他说政府说了 这个发病主要在两头 年轻人小孩子和老人 年轻人不会得 看来这是错误的 这个是错的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说我们说死亡率 死亡率你觉得所有死的病人中 有那些基础疾病的人 占的比例是多少 是多还是少 这还我没看到 好 我告诉你 虽然我们说这些人是有基础疾病的 别人不用在意 就是那些人是你要当心的 其实这些人只占总死亡率的25% 所以75%的人是健康的人 那就是说确实已经有疾病 恐怕你要更注意 但是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 好像你有这个疾病了 你又再感染 你就死亡了以后 比别人significantly会高很多 没有这个 对 是健康的人死得多 总数从数字上来讲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首先要澄清这个两点 很多人都对这个没有正确的认识 你不光是这个 我看我们很多政府工作人员都不清楚 那么说到那个新冠病毒 首先我要这个解释 解释两个名词 第一个叫COVID-19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病的名称 叫Coronavirus Disease-19 这不是病毒的名称 这个是一个病 叫COVID-19 那么这个病毒是什么呢 病毒叫SARS-1-Coronavirus-2 为什么2呢 这个2是跟以前的SARS来比较 所以这个病毒的全名 是叫SARS-CoV-2 所以这个我们经常看到这两个东西 这WTO的命名 是 那么特别是那个COVID-19 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是一个病毒的名称 其实这个是疾病的名称 不是病毒的名称 就好像我们说SARS一样 是这个病的名称 那比方说我们说HIV 艾滋病 HIV是这个病毒的名字 艾滋病是那个病的名字 I see 所以这个概念首先要搞清楚 我想很多人可能不清楚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病毒 是这个什么样的病毒 这个病毒是一个冠状病毒 是一个我们叫RNA的病毒 RNA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有RNA就另外一个叫DNA病毒 RNA病毒它不用跑到这个细胞核里面去复制 不用跑到人体的细胞核里面去复制 它在细胞的包浆里面就可以复制 所以相对来说复制比较容易 那么它的表面有很多结构 是吧 我看到有 你们看到这个有那个 花花的 这个有这个花花的是吧 那么上面有那个S 有个S突起来的 这个叫S蛋白 那么它S下面有个什么呢 有个有个信封 我们叫Envelope Envelope呢 我们就用简单的用一个E 大写的E 有Envelope的一个字母 对吧 那么这个Envelope里面有什么呢 有个叫Capsed 有个壳 壳呢 我们用一个N来代替 OK 那么在里面呢 就是遗传的物质 这个RNA 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 以后讲这个病毒 包括我们怎么样去测试这个病毒 怎么样以后做育苗 那么都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大家如果能够记住的 感兴趣的话 那么你只要记住 我刚才讲的这个几个结果就可以了 表面有一个这个突起的 我们叫S蛋白 S 然后有一个这个信封E 那么里面有个壳N 中间有个RNA 四样东西 非常容易 很清楚了 非常清楚 那么这个病毒 它是怎么传播的 这我想大概基本上都已经知道了 是吧 那么一个就是说 它是直接传播 直接传播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个唾液传播 然后接触的传播 对吧 另外一个间接 有直接就有间接 间接传播 或者呢 这个我们叫接触传播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病毒啊 它留在某些物体的表面 那个有研究证明了 虽然我们这个结果不是从 现在这个新的冠状病毒里面来的 那么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SARS和MERS 另外跟SARS类似的 这两个病毒里面来的 这些病毒啊 可以留在物体的表面 什么物体呢 包括这个木头 金属 纸张 塑料 都可以残留 在上面最多室温下 最多可以待9天 9天啊 对 它不是说在40几度 不就只有30分钟吗 OK 那么平均4到5天 平均4到5天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接触的传播 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 我们叫气溶胶 传播 所以传播途径 那么大概就 所谓的气溶胶 就是我们这个病毒 进入空气以后 它和水分的东西 结合以后 形成一个气溶胶 对 然后人们吸入以后 就会这样 就是它呢 你咳嗽也好 你打喷嚏也好 比较重的 这个我们叫droplets 它会跑到地上 但比较小的 它会悬浮在空气中 那么这个也是有传染性的 那么接下去 我们要讲什么呢 讲一个 它的这个incubation time 就是它的潜伏期 潜伏期平均 大概4到5天 4到5天 对 那为什么很多 我现在很多加入区的隔离 都是超过 包括美国隔离 都超过14天 是 不是超过14天 它是绝大多数 都是4到5天的一块的 但是它有发现 第一天就有传染 也发现第14天才传染 所以它那个范围 是这个范围 所以我们现在quarantine 把你隔离起来 我们隔离14天 对吧 那么这个病毒的 它这个潜伏期是指我们的 从它的感染到症状出现 潜伏期就是说 是你感染到 接触到这个病毒 到你出现症状 是的 对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你的这个症状有哪些 症状呢 我们刚才你刚才问到了和那个流感病毒啊 有什么区别 对啊 我们流感大家都知道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我们跟那个流感病毒啊 做一个做一个区分 那么我们先讲那个新的新冠病毒 它的症状是怎么样 它的主要症状呢 就是咳嗽和发烧 这是它的最主要的两个症状 是必须要具备两个症状 同时呢 还是说one out就可以 在医学上从来没有说必须的 OK 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有这两个症状 就是统计学的意义来讲 绝大多数人是有这个 绝大多数人都有这个 那么另外呢 有一些我们说的流感的症状 流感症状什么呢 比方说喉咙痛啊 打喷嚏啊 头痛啊 全身关节酸痛 这些症状 那么还有呢 比较特别的 就是说新冠病毒 它有很多有肺炎的症状 就是说如果我们照X光也好 照CT也好 我们可以发觉肺炎的症状 那么跟流感比较一下 首先这两个不是一样的病毒 流感不是说是冠状病毒 它是另外一组病毒 但是它的传播途径非常相似 比如说您上述所说的那三种都可能 传播途径非常相似 那么这个流感的发病呢 相对来说比较急 所以说到流感 也许大家都很了解 但是如果你细细想 其实还是有不同 所以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加上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 引能否会 所以我min稿之后 然后我们先休息一下